对于篮球这项运动而言,我们自始至终都有着这样的观念,那就是长得高的人打篮球有优势,因为他们长得高,低篮框就比较近。 不管是投篮,抢篮板都能够比别人高出那么的愉快,这就使得高个子在篮球这项运动上占据了先天的优势,而且曾经著名篮球教练奥尔巴赫也说过,身高是叫不出来的,这也重点突出了身高对篮球运动员有多大的作用。 但是篮球发展到今天,高个子球员在球场上的作用却显得越来越小,这现象在NBA中因为明显,现阶段NBA各支球队都崇尚小球战术,小球战术的一大要领,就是要放弃球员们的身高,而采用快速,全面进空战术来面补身高的不足。 这就使得大个子在联盟中越来越难以吃得开,中锋凋零的时代正式到来,就在最近,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选手,宣布自己退出新年度的NBA选秀,据悉这名球员名叫塔克佛尔,是佛州大学的二年级学生,身高竟然达到了2米29,这种身高让很多球派们都很惊叹,毕竟曾经我们的小巨人姚明,也只有2米29, 穿鞋的话和这位弗尔同学也差不多高,而且弗尔在大学联赛中的表现也是很不错的,能够场均砍下11分9.5个篮板2.6次盖帽的数据,是一位合格的篮板守核防守者,而且他的投篮命中率也达到了71.5%只不过发球命中率很低,只有46% 这也正,名弗尔是一位技术粗糙的篮领内线,但是虽然拥有联盟顶级身高,弗尔自身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 首先,这名球员虽然身高很高,但是身材瘦薛,从他身上也看不到发达的肌肉,因此,这种球员难以适应NBA高强度的对抗。 毕竟在NBA中要想在内线立足,都必须要练出一身横手,而弗尔现在的身体恐怕,进入联盟,以后连小前锋都藏不动,就更别提到联盟立足了。 另外,高大的身躯使弗尔的移动速度变得很慢,根本无法跟得上现在越来越快低小球节奏,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弗尔会像之前进入联盟的哈西姆塔比特一样成为一把水货,所以没有球队愿意在今年的选秀大会上选择他。 备受打击的福尔也宣布不会再参加下年度的水货大会,其实在当即联盟,还是有一些球队愿意依赖中锋打阵地战的。 但不得不说,现在中锋的能力也与之前有了不同的要求,比如能比的这种传统型的内线,不但拥有拳轮的内线脚步,护框能力和篮摆能力,还能够拉到外线头三分,甚至能够持球进攻。 这也是为了适应当今联盟的打球方式,而迫不得已做出的改变,也是当今中锋人才或杜雕凌的无奈之举。 毕竟如果当今联盟再出一个像巅峰大梦,巅峰奥米尔一样的球员,一样能够打爆无小阵容,只不过是这种球员在现在实在太少了,以至于人们都渐渐忘了中锋,曾经有多么重要了。